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关系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还是一样吹东北风 标准的东北风的天气形态 所以风向从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往台湾本岛这个地方吹来 那迎风面的东北部地区 比如说像基隆降雨机率稍微高一点 40% 东部地区的宜兰 花莲 台东 降雨机率也比较高 宜兰百分之百会下雨 花莲有50%的降雨机率 台东也有30%的降雨机率 那不过离开了东部地区 基隆地区 那么其他的地方 今天的水汽又再减少 所以会相对的更偏向稳定 北部地区还是有30%的降雨机率 偶尔飘雨 而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其实从桃园以南一直到屏东 降雨机率都是20%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呢 是偶尔可以看得到阳光的 离岛的金门 马祖 澎湖地区呢 降雨机率也只有20% 也是可以看得到阳光 所以呢 整体来讲 除了东部地区 以及基隆不稳定之外呢 那台北市偶尔飘雨 离开了台北市 新北市 其实呢 天气都还算是稳定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 16到18度 中南部地区要特别小心注意啊 因为稳定的天气状况 在冬天特别容易引发 清晨的辐射冷却效应 所以呢 清晨温度就会特别的低 中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14到24度 温差非常的大 南部地区呢 是15到26度 温差也非常的大 东部地区是15到24度 澎湖地区是7到20度 目前各有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宜兰目前是16度 最冷的其实是台中 目前只有14度 所以台中中部的朋友们 辛苦了 起床是要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台南呢 目前15度 高雄目前17度 花莲台东 澎湖目前是18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继续的下跌 而且呢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的跌幅 相当的重 高雄工艺指数呢 下跌了339点 收盘指数是 35,028点 跌幅0.96% 纳斯达克 大跌了166点 收盘指数是 14,340点 跌幅1.15% S&P指数下跌了44.35点 收盘指数是 4532.76点 跌幅0.97% 费城半导体 则是大跌了 115点 收盘指数是 3612.19点 跌幅3.09%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呢 纳斯达克从去年的 11月19号的高点 滑落下来 到昨天呢 跌幅其实已经超过了 10个百分点 这正式的进入了 修正的行情 而费城半导体呢 也同样的 其实在这几天的 大跌之后呢 跌幅都已经是 相当的重了 那如果是 今年以来的话呢 费城半导体是已经跌了 超过8个百分点 好 这是美股连续第二天的 大幅度的修正 那么另外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又因为出现了 意外供应上面的 一些意外情况 而油价大涨 那纽约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1.5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 86.96美元 涨幅百分之 1.79 北海布兰特原油 上涨了93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88.44美元 涨幅百分之 1.06 那至于在 其他的原物料的部分 全数大涨 资交跟黄豆期货呢 是大涨了 百分之 2.2 而黄金的期货呢 上涨了 30.80美元 每二次报价来到 1843.20美元 涨幅达到了 百分之 1.7 如果以黄金而言的话呢 这个涨幅 其实是相当大的 那至于在 白银的期货呢 也大涨了 百分之 3.15 铜的期货 大涨了百分之 2 白金的期货 大涨了百分之 5.45 而至于美元 指数的部分 则是下跌了 0.2个百分点 来到 95.528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现在欧洲 英国的通膨的问题 也变得非常的严重 而使得呢 英国央行跟欧洲央行 可能被迫要采取 更紧缩的 这一些货币政策 那这就使得 美元要升息 所带来的利差的追逐 开始诱因减少 那欧元跟英镑 尤其是英镑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英国呢 它的通膨率呢 改写了30年来的新高记录 这使得英国央行 在下个月 升息的压力 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呢 英镑对美元呢 就升值 而使得美元指数呢 小滑了0.2个百分点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上涨的 因为欧洲的成分股当中呢 传统的能源股啦 占比是比较高的 那跟美国股市当中 科技股所占的 占比比较重哦 其实呢 是不太一样的 好 所以呢 英国金融市报 百分之五价指数上涨了 26点 涨幅0.35%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 上涨了39点 涨幅0.55%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 37点涨幅0.24% 好 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最新的金融情势的一个状况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昨天呢 美国股市的重挫 然后带动亚洲股市的大跌 背后的因素 说是因为呢 美国的债券的利息 就美国公债的殖利率 大幅度的往上升 包括了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以及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都往上飙升 那么这个呢 就使得全世界的股市 就出现了重新定价潮 就是以前涨太多的 好 那我现在可能要调整一下 它的本益币 这个呢 是昨天全球股市震荡 背后的原因 但是 今天凌晨 美国股市呢 仍旧开高走低 那么这里面呢 恐怕要用美国的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来作为理由 恐怕就不尽充分 因为呢 我们看到昨天呢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其实是不涨反跌的 一度呢 确实曾经飙升到呢 来到了这个 接近1.9的水准 但是呢 随后滑落 那最新的这一个 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那么来到1.854% 当然还是趋于两年来的相对高点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它并没有在 更加的来到了1.9% 其实比前一天呢 稍微滑落一点 但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还在持续的小幅上升 来到了1.051% 好 所以呢这个后续的影响 值得再观察 这个是这个通膨引发的 升息疑虑而推升的 那么公债的这个抛售 然后它的债券殖利率就往上升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欧洲的部分 包括了德国 包括了英国 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呢 都创了30年 或近30年来的新高 所以呢这使得德国的 这个公债殖利率 在昨天晚上呢 一度曾经由负的转为正的 不过最新的我看的这个数字啊 它是呢又转为正的 0.07% 但这背后的因素 就是通膨太高 德国呢所公布的 这个去年12月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是3.1% 创了近30年来的新高 而英国统计局公布呢 在上个月 就是去年12月的 新增的年增率呢 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呢 达到了5.4% 就算扣除掉了这一些能源 跟这些食品 这一些波动幅度比较大的 这一些产品的类别呢 剩下来的核心通膨 也高达4.2% 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来到 30年来的新高 所以呢一边在英国 大家观察的是 下个月英国呢 就要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这加重了英国央行呢 升息的压力 而另外呢在欧洲的部分 虽然欧洲央行的官员都说 今年之内应该不会升息 但是呢在通膨压力之下 现在从利率期货市场来看的话呢 市场认为 那么欧洲央行 今年应该会升息两次 每一次升息0.1个百分点 明年会升息3到4次 那升息的幅度呢 就会让欧洲央行 从负利率然后转为正利率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南非 南非昨天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也高达5.9% 这也创下了2017年3月以来的 新高记录 将近5年来的新高记录 这些都冲击了全球的市场 好这是通膨的问题 那么为了要抗通膨 我们再来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发展 一个呢就是印尼 印尼之前呢 它这个一度因为煤的价格不断的狂飙 它内部呢 缺煤的问题变得很严重 而禁止煤炭出口一个月 现在又传出来呢 印尼为了要抗通膨 要限制中旅游的出口 那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旅游的出口国 这影响就非常的大 当然印尼的贸易单位呢 立刻出面否认 那么这个是由印尼中旅业协会 中旅游协会副会长西唐刚 它透露说呢 那么印尼呢 已经在草拟计划 最多限制中旅游 20%的出口 那么印尼的贸易单位呢 否认了这个消息 不过 它确实在18号宣布 从24号开始 所有的出炸的这个中旅游 或者精致的中旅游 还有费食用油的出口商 都必须要向海关申报 出口计划付上销售合约证明 同时呢 要有为期六个月的出口 跟国内配额的计划 所以这是不是变相的限制 中旅游的出口 这对于全世界的中旅游的价格 影响就非常的大 好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 对于房地产市场 会不会产生影响 美国的30年期房贷利率呢 已经拉高到3.7% 那么会不会影响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这也是市场在观望的一个重点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那么美国呢 因为它的5G平谱的一些设计的关系 现在呢 那么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呢 抗议就是美国机场附近 如果设置AT&T跟Wilson的 5G的这个C平段的 这一些这个基地台的话呢 会影响航班的雷达侦测高度 那在天气非常不稳定的时候 它的起降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现在呢包括了杜拜的阿联酋航空 还有日本航空 全日空航空 以及英国航空 现在都调整减少通往美国的航班 因为呢担心飞安问题 这个也值得后续再观察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 陆港股的部分昨天呢 港股的部分持续的相对强势 那么上证指数的部分是下跌了11点 收盘指数3558点 跌幅0.33% 深圳城市也下跌了184点 收盘指数是14207点 跌幅1.28% 倒是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那么曾经一度翻黑 不过最后拉尾盘 小涨了15点 收盘指数是24127点 涨幅0.07% 昨天在雅股当中呢 相对强势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台北股市呢 随着美股的下跌 昨天呢继续的急杀 下跌了151点 收盘指数是18227点 跌幅0.82% 成交金额只有2556亿元 创了近年来的次低记录 那么而且跌破了月线 昨天呢三大法人呢 是卖超了92亿元 不过外资其实只有小幅 卖超19.5亿元 投信甚至于呢 继续的买超了16.5亿元 投信呢是连续五个交易日买超 那主要的卖超部队 就是来自于自营商 自营商一口气 卖超了89.76亿元 好这个呢是台股呢 连续两个交易日重挫 而且这两个交易日呢 台积电都是主要带动 下跌的重要的族群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商会的调查 美国商会呢 它每一年都会调查 它在台湾的这些会员们 那当然就是美国在台湾 投资的企业 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情势 的一个看法 整体来说 对当前短期的经济 很乐观 对于三年内的中期的经济 更乐观 那么但是提出了 很重要的隐忧 这个隐忧呢 就是在供电问题上面 好那87%的会员呢 对于台湾未来12个月的经济 表示有信心 比去年上升了一个百分点 83%对于未来三年前景 抱持着乐观的看法 比去年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好这是在乐观的部分 但是呢提出了对于供电稳定的担心 78%的会员 将近八成的会员 对于供电稳定表达了忧心 比去年整整上升了15个百分点 对于2025年能否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呢 那么表达忧心的 也增加了10个百分点 那至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呢 则是认为相对对台湾是有利的 我们休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